能给我们一点食物吗 这对姐妹跪在男子面前 低声询问着 性别并没让这个男人动侧隐之心 拒绝了两个女孩的请求 姐妹二人失望地转身离开 他们不知道询问多少户人家了 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也没能找到想要的东西 万万没想到 他们已经饿了四天时间 难以想象 他们是怎么有力气 继续走动寻找食物的 由于太饿 他们手中的木柜 就成了两个女孩的食物 没有能吃的粮食 找不到能吃的粮食 也讨不到粮食 这世界似乎一瞬间 变得令人绝望无比 两个女孩返回家中 称呼着爷爷走到屋外晒太阳 扭曲变形的脚 布满了因干旱造成的裂本 女孩们抱来大水盆 将爷爷干裂的脚 放进水中清洗 两个孙女乖巧懂事的举动 换来了爷爷的一句谢谢 随后他们告诉爷爷爷 今天没有乞讨到任何食物 爷爷的回答是辛苦了 他不会指责这两个年幼的女孩 只是盼望着汉才能早点结束 姐姐走到一旁 躺在编织袋上想要休息一下 妹妹硬拉着姐姐起来 一起玩拍手掌游戏 游戏 游戏带来了 游戏带来了短暂的快乐情绪 将饥饿的感觉冲淡了不少 两个女孩笑得很开心 坐在屋檐下的爷爷笑不出来 她想象着自己的身体 如果没有生病 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 是不是孩子们就不会挨饿 也不会受苦了 今晚注定是饥饿的夜晚 明天女孩们还会挨饿吗 爷爷跟姐妹都不清楚 时光飞逝 短暂消失的太阳 重新挂在了天空当中 迎着阳光 姐妹二人起床到屋外生活 并将还在床上的爷爷喊起来 到屋外温暖一下身体 他们没有被褥 用来保温的 只是一件有些破旧的外套与毯子而已 随着身体温度逐渐回暖 饥饿的感觉也再度出现 两个女孩迫不及待地拿着空玩 出门寻找食物 步行一个小时后 女孩们出现在农场的附近 越是接近农场 姐姐就越怕再次被拒绝 可一想到等待他们的爷爷 姐姐鼓起勇气走进农场 向农场主人开口讨要食物 出人意料的是 农场主人并没赶他们走 而是给了他们一份工作 只要女孩们在棉花地中 采摘出符合要求的棉花后 农场主人就会给他们一些食物 姐姐没有拒绝 只要能拿到粮食 让她做什么都行 姐妹二人跟着农场主 来到一片棉花地中 农场主指了指采摘的氛围 两个女孩就开始弯下腰 将棉花一一摘下来 姐妹俩一边工作一边笑着 在他们看来 没有什么比工作更让人开心的了 一想到工作结束后 能获得一份食物 姐妹二人的手速 不由得加快了一些 姐妹俩互相鼓励着对方 虽然年龄都不是很大 但他们已经懂得了 什么叫责任 什么叫担当 农场主画出的区域采摘完后 姐姐与妹妹背着一大袋棉花 返回农场 农场主掏出棉花检查一番 夸赞说摘得真好 随后非常利索地 拿出一袋木薯粉 递给姐妹二人 终于拿到了食物 姐妹二人喜笑颜看 马不停蹄地朝家的方向走去 自从父母离世以后 饭菜就一直由姐姐来准备 生活假锅烧水 姐姐的动作很是麻利 一小袋的木薯粉 倾刻间就变成了 散发香气的木薯糊糊 一旁等待的妹妹忍不住说道 很快锅中的木薯糊糊 就变成了木薯团 姐姐先沉出来一碗 给爷爷端了过去 剩下的就是姐妹二人的晚饭 木薯团的量不多 孩子们释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品尝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美食 没有吃饱的妹妹 一边抱着锅 一边用勺子挂掉 粘在锅背上的木薯 即使发出轻鼠摩擦的声音 妹妹也没停下手头的动作 这是他们四天当中 唯一吃到的食物 所以吃得很快 姐姐告诉妹妹 要省着点吃 下一顿饭还没着落呢 一旁还在吃饭的爷爷 不经扇人泪下 纵使生活对他们报以不公 两个女孩却用对生的渴望 和对家的责任 坚强地跟生活对抗着 下午爷爷独自一人去上厕所 本来就行动不便的她 今天不知怎么 行动更加吃饭 在这里 生病的人很难到医院看病 除了缺乏交通工具以外 没有治疗费用 也是阻碍他们看病的原因 艰难走回来的爷爷 刚到家就发生突发性的头痛 节目组请来的翻译 上前查看并询问 经过考虑 节目组准备用装载设备的皮卡 带着爷爷到医院看病 医生给爷爷做了 瘧疾检测和体温检测 姐姐站在一旁紧紧盯着爷爷 眼神中满是惊恐的神色 安抚好爷爷后 医生告诉我们 爷爷身体的营养状况很差 可能是导致头痛的主要原因 需要住院观察一到两天 短时间只能先服用止痛药 姐姐和妹妹安静地坐在爷爷身边 生活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父母 如今难道也要失去爷爷了吗 女孩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 她想要外出寻找食物 单纯的孩子 认为爷爷只要吃到食物就能好起来 只是这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街道 会不会给姐姐一些善意的回报呢 两个女孩分别才九岁和六岁 脸皮震薄的时候 但为了亲人能活下去 他们学会了放下面子 工作也好 祈求也罢 只要能获得食物就好 活着很难 带着责任活着更难 但两个女孩从未丢失过希望 纵使生活让他们遍体鳞伤 他们也会坚强地活下去 这是死去父母的遗愿 也是爷爷一直希望的事情 这是真实发生在非洲赞比亚的故事 视频拍摄于2019年7月8日 本人加以翻译和解说 其目的在于学习和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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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